小姐姐追剧 哈喽大兄弟们 你们好 我是赵梅林 快来看话很多的小姐姐们 带你追剧帮你排队 大家好我是带你追剧帮你排队的小嘿 我是哈嘞 我严重怀疑你们是开了小号来收藏 那个天肉友情已经安排上了 但元素过多 特数时期怕上不了 绝地先勾一哈 勾到那点 我们之后再放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讲一部 最近很多大兄弟给我们推荐 名字嘿好棒 内容却嘿哦像那句 它叫烈火军校 这部剧不要听到民国 听到军校都想到啥子红色 黎明之前之类的谍战剧 你们也晓得嘛 余生的剧 余生的剧 哎呀我们都不要去要求啥子深度了 这都是一部套得起民国背景的口 实际上还是谈恋爱的青春偶像剧 毕竟那里头的主角那个刘海 跟那个上海堡垒的陆涵有的一斤 剧情中还带着许多偶像剧常有的BUG 但如果你认真都输了 建议大家降制观看 你将收获一部沙鸟甜蟲喜剧 那个故事很简单 你可以理解为 名嘴版花木兰坏者 名嘴版柱英海来到烈火军校头 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 首先 我们来介绍一下 烈部剧的几个主要人物 她是我们OA出道的女主O姐 她带着哥哥的遗愿女扮男装来到烈火军校 她是风流小学机瓦工 她玩事不公游戏花虫 她自教纵画多的大明星慢剪 剪子自画很多的小姐姐粉剪 我的脖子上的清金了 找个地方补补妆去吧 我有类放在现代那都是娱乐圈的签送鸡了 她是霸道总裁白狗 她努力 她奋斗最终隐居幕后 她是口琴艺术家三弟 她也是个看着冷冰冰 实际上软软软的小霸 哎 余政的剧 借偶像剧常有的套路 又经常烦套路 所以在Lap剧里 凹姐静笑没得好久 就找瓦哥实破了伪装 还时不时帮到去打掩护 看看以前的剧 啥子原来是美男啊 咖啡王子一号店啊 刁门公主啊 梁三博注音台啊那些 哪个男主不是剧情走了一大半才晓得 女主是个女的嘛 我很喜欢看那个原来是美男 我看了三遍 好整句 哎呦 论个早都早发现 那男主发现国人喜欢上女主 怀疑国人是同性恋的桥段不都没得了吗 没有没有 余政把那个桥段安排到了 狼二雷身上 只是比较含蓄 没那么夸张 哎呦你那个说起来 那个剧倒是有点像小的时候 看过的花样少男少女哦 那个里面无尊 黑快都发现了 Ella是女的 然后汪东才不晓得 啥也像Ella 都以为国人是个同性恋 一直在汪仔码头徘徊 爸爸 阿母 我对不起你 你活仔啊 我是几个同性恋 我 我是几个gay 扯远了扯远了 再回来说内部剧 余政太懂我们想看啥子了 不仅有女主男主撒谈 还可以看到各种CP大乱顿 所以今天那期节目 我们都不讲句句 而是讲 她她她她她她们组CP的故事 首先都是那一对真相CP 故事一开头 瓦哥在舞厅头对曼姐耍流氓 臭流氓 放开我 凹姐见义勇为 结果阿贝不以为和瓦哥是一伙的 她们两个欺负我 她们两个就是一伙的 我跟她不是一伙的 我责政 你们两个都搂在一起了 还不是一伙的 我跟她真不是一伙的 然后一起都被警察给揍了一顿 哈哈哈哈 没想到黑快两个人都在军校里相遇了 还分配到了同一个宿舍 瓦哥都对凹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她在学校头一边欺负凹姐 一边帮助凹姐 可谓是双线进行两服务 你要么爱我 要么恨我 我一定要在你生命中成为那个罪子 紧接着瓦哥通过凹姐一系列不寻常的行为 猜猜她是个女的 但那些只是猜想还没得死锤 编军马上求锤得锤 安排了一场宴会 哦吼 两个人都弄个最上远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看到这一幕 瓦哥的新乐趣又来了 他身似小心的四探 你个子射射小小的 你这 胸肌还挺大的嘛 神经病 又一副丝瓜看似的样子复活凹姐 我都没发现 梁辰 你也让我摸摸看 看你胸肌大不大 摸什么摸 梁辰是男的 我摸摸怕啥的 男的就能摸吗 不就能摸吗 我摸你事儿 瓦哥确定凹姐 屡扮男装后 一边朝夕凹姐 你还有个妹妹啊 叫谢香是吧 没跟你提过 什么时候带出来见一见 一边又开始了 各种夫妻模式 梁辰 要不 你去我家吧 好好好 我跟你回去 太好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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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瓦哥算是全程智商在线 只是我们的奥姐 都有点着急了 就是 吼吼吼做椅子 还居然主动自材 我告诉那个秘密 其实 我是女的 如果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不要喝酒 但是喝酒才能触发剧情的 哦 又怎么办呢 那就喝real real要糟啊 real喝了一般都要乱信了 当然了在那个手服的过程中 瓦哥也会采取一些 或暴力或迷惑的手段 例如为了帮助凹姐逃避体检 老婆都跟别人打了架 把动了啊 住手 什么事 别打了别打了 放手 他打我 最后的动作你再给我做一遍 他拿着掐着我拿拳头 力量被这打十几倍啊 他跟沈君山都骂我 我谁骂你了 你晚上说是谁说的 你们几个 都给我关金币 啊 教官 我没打架 关金币 为了避免让狼儿在澡堂跟凹姐碰到 他把狗人搞成一个穿衣服洗澡的神经病 你穿衣服洗啊 对啊 我就穿衣服洗了 我就穿衣服洗了 嗯 诶 神经病 那个狼儿倒是走了编剧的骚操作 却没有停止 你起快点啊 这么热 不怕中暑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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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当初招摇夫妇的结局 让黑豆人想给编剧寄刀看 希望再名归的他们 可以有个high p ending 前生今生来生 与你相遇 在每个梦里 腐朽缓满天流影 掌心围光谁眼中倒影 再来说说另一堆cp 瓦哥和曼杰 他们两个是经典的翻识原家 瓦哥在歌厅抢了曼杰 曼杰立马找人到巷子里 唯独了瓦哥 结果啊 他就被瓦哥反杀调戏 还没完呢 哎呦 真是个好色鬼 辛苦的 我 我找回手要打死你哦 曼杰在躲避日本人追杀的途中 我把正在演习的瓦哥当成了坏人 一棒子抠下去 瓦哥晕了 万万的想到自己抠婚的人 自己还要扛回去 那个曼杰大立国附体 把瓦哥背回了家 自己打的人自己要背 在曼杰被欺负的时候 瓦哥挺身而出 找死啊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我的女人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男主有点渣呀 他只有一批瓦 凭啥子可以放在两个女人身上 那个鱼妈为了搭建剧中良好的CP生态结构 她呀 都为凹杰和曼杰分别配备了 外冷类弱的山地和霸道专重的白宫 那个沈家的两兄弟在那部剧头 真的是深层公寓名 她那个山地呀 对凹杰的爱真的黑淫慧 需要CP党门国人努力的抠糖吃 而且前期貌似凹杰对山地是有好感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觉得她很像国人的哥哥 不管了我觉得她们还是蛮配的 山地好温走哦 只不过由于凹杰女伴男装的关系 山地应该会在湾仔码头独自排行 惆怅 我很想爱她 但是眼睛在说谎 隐瞒比较容易吧 变得感情变得复杂 而那个白瓜呀 虽然晓得曼杰不喜欢她 但她依然对曼杰非常好 两个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真好 是吧 但是那个中途都被天将给打败了 哎呀真的天将真的是太恼火了 一首真相似真造个梦送给她吗 我的天呐 到底给我哪一对呦 关于那个cp线最后还想吐槽一会儿 虽然我们在那是官配真相cp 但前面的剧情头 男主女二 女主男二的剧情真的有点太多了 那算不算是那个鱼妈的另一种反靠路 哎前面我们在降制磕她 但也不要忽略这部剧本身存在的很多bug呀 接下来请大兄弟们收好小桌板 把智商调整回正常模式 第一 请问 凹姐女大男装混入军校 她究竟是怎么避开一次次的体检呢 我问 问都是 我自有办法 二 请问 那些宛如抗似神剧般的操作 是不是编剧无法安放的青春呢 另外服装像是在影楼投注呢 发型像是找爱情魔法师定制呢 那个滤镜像是从戈壁偷呢 哎 我严重怀疑的一些剧组的剪辑团队都在同一个交流群呢 比如说他们的日常都是愣分 听说你最近剪的那个翅膀 发我个滤镜的我参考一会儿嘛 好啦今天的节目都到那点啦 我是代理之剧帮你排队的小黑 我是哈妹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投币点赞收藏转发哟